大家好,我是Dan 昨天给大家介绍过 前AOA米娜公开男朋友的消息 而很多网友们都表示 米娜能借此得到一个依靠 但是就在昨天晚上 一位网友在网上爆料了 自己朋友的男朋友与米娜劈腿的消息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网友的爆料文 这是今天古米娜上传的lobster照片 在我朋友与男朋友交往快要1000日的时候 男友突然搞失踪后 出现在古米娜的IG上了 事情是这样的 1.古米娜先用私讯联络了男生 2.她已经知道对方有女朋友 3.男生只传送了一个对不起短信后 目前还在搞失踪 4.我朋友跟这男生 两个人在IG都有很多追踪 5.两个人是公开恋爱的 我朋友与AOA古米娜的男友 是在2018年10月5号开始 目前已经交往了三年多 朋友本来是在英国留学 为了跟男朋友在一起 2019年3月休学后就回到韩国 2019年4月开始 就跟现在是古米娜男朋友的刘某某同居了 然后在2021年6月10号 古米娜先给刘某某传送IG私信后 拜托她画一幅画 看下面截图的话就能知道 古米娜也已经是知道刘某某有女朋友 以下是刘某某收到的古米娜私讯 我可以拜托一件事吗 什么事情呢 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帮忙画一幅画吗 我没有专门的学习过画画 不知道您会不会满意 因为我看了IG后感到非常满意 不行吗 我会尽全力努力画的 虽然有点害羞 不会的 您跟女朋友也看起来很好 你帮我画一个爱情画吧 完成后我会去拿的 好的 虽然不知道会花多长时间 我会好好画的 谢谢你 我们继续看一下爆料文 我朋友跟刘某某两个人在IG是公开恋爱 所有朋友们都知道 两个人最近还都是在交往 但是就在两天前 刘某某对我朋友说 要到军队前辈家睡一晚 出门后就失去联络了 男朋友出轨的消息 是透过Komina的IG知道的 现在刘某某的IG上 也有彼此的照片跟痕迹 所以Komina不会不知道 刘某某跟我朋友 现在也在交往的事实 在出轨的情况下 也就是知道有女朋友 这个存在的情况下 竟然还在IG上传了那张照片 一直以来 看着我朋友跟刘某某交往的朋友们 对于现在这个情况 实在无法理解 因为知道 朋友看到那些姻缘 他们的留言会有多伤心 对前辈后给朋友传送的短信 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下面这个聊天内容是6月25号 也就是在米娜公开男友 照前一天的聊天记录 我可以再睡一天后回去吗 我们只是在聊天喝酒就这样 我可以问一下 为什么不接电话吗 我是在问你现在在做什么 不是问你昨天做了什么 有什么事吗 很晚才回复短信 又不接电话 我会怎么想呢 对不起 我也是对不起 不 你不需要对不起 希望明天能遵守诺言 然后第二天 也就是米娜上传照片后的聊天记录 刘某某 我现在没话说了 到最后也给你伤痛 真的很抱歉 刘某某对朋友说 能不能再睡一天 朋友为了刘某某 答应后继续等待了 但是换来的是 捆米娜的IG 以及姻缘他们两个的留言跟新闻 为了听她的解释 有联络过她 结果她只回复 我没有话说了 对不起 到最后也给你了伤害 这种情况 是问一般人都 我的朋友要怎么办呢 只是因为一人公开置顶 在自己的IG上了 所以要放弃三年的时间 眼睁睁地看着两个人受到姻缘吗 在这个天文之后 很多网友们就开始到 米娜的IG留言指责她 结果米娜上传了解释文 虽然不知道 是不是我男朋友的 前女友的朋友上传的内容 但是因为这个 我又被骂了 为了不给身为一般人的男友 遭到伤害 所以写下了这篇文章 一开始是我先收到了 男友的姻缘短信 然后我拜托了一幅话 当时我知道她有女朋友 但是那个时候 她已经跟女朋友有些矛盾了 而且我们彼此 因为不一样的烦恼 开始聊天后 发现到有很多共同点 因此对彼此产生了好感情 但是我没有必要见一个 有女朋友的人 结果她说她会整理 所以我也说了 那我就有心跟你交往 之后她整理了 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了 现在网路上出现的 前女友跟我男友的聊天截图 虽然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相信我现在的男朋友 我们彼此有着很好的感情 自称是前女友的那个人 也给我发了私讯 我也解释了现在这个情况 我没有先联络她 我男朋友没有搞失踪 是前女友不接电话 我很担心那位网友上传的那篇文章 又会变成猎物 所以希望能弄清楚后再发文 请下架吧 传送的私心截图后继续留言 整理女友后来我身边的男朋友 有什么错呢 有要再分手后过了多少时间 才能再谈恋爱的规则吗 虽然现在有很多酸言 但是我是堂堂正正的 在分手之前我们彼此就有感情了 即便是那样 我们有公开怎么样吗 我绝对没有跟劈腿的男生见面 她已经分手了 所以总整理一下就是 2020年7月3号 刘某某先给米娜传送了姻缘私讯 当时米娜没有回复 一年后的2020年6月10号凌晨 米娜回复了抱歉 现在才看到短信 然后到了下午 米娜再次发私讯 拜托刘某某画一幅画 说画好了会去哪 然后在两个礼拜后的2020年6月15号 刘某某跟交往了三年的女友 很日常的聊天后 说要去见军队前辈 2020年6月16号凌晨 米娜上传了与刘某某的合照 到了下午 刘某某给前女友发了对不起 到最后也给你伤痛的短信 从米娜传送私讯给刘某某 到上传两个人的合照 都是在15天内发生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所以是诱惑了有女朋友的人 跟有女朋友的人说 见面就已经有问题了 自己是艺人 难道不知道对方会有什么感觉吗 你这不就是故意接近的 他自己都说了 跟女朋友分手的话 他也是有心跟那个男的交往 这还能护航吗 前女友太可怜了 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就是出轨 也太自私了吧 都骗女友说要见军队前辈了 还不是劈腿 不过有必要上传没穿衣服的照片吗 我本来是姻缘米娜的 突然觉得姻缘的时间好可惜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就是被男生利用了 然后一直都没有任何反应的 刘某某也在IG发文了 大家好 我是绘米娜姐姐的男朋友刘某某 因为有很多不实谣言 而让我跟姐姐都受汗 所以想要纠正一下 首先我有打电话给前女友 通告她离别 在确定分手后 才跟米娜开始了恋爱 因为现在发生的这些事件 我有试图联络 但是她一直都不接 总之希望不要再有 与世事不服的谣言在散播 对刘某某的发文 网友们表示 男生应该只是想偷偷的劈腿 没想到米娜会没商量 就上传了IG 所以现在应该有被吓到吧 我只知道你就是个狗仔子 出轨的人以后还会出轨的 到时候也说很委屈吧 你们是天生的一对 一定要结婚 前女友现在应该很伤心 但是这是上天帮助了你 在米娜跟刘某某的IG发文后 指责两个人的网友们 也变得越来越多 然后在今天凌晨 米娜再次在IG发文表示 说我是妓女 我只给男人回复 是我勾引男人 米娜事件的诈害者是我 只知道自己的痛苦 却不知道别人的痛苦 用自杀来威胁 之后分手的话 又会试图自杀骂男朋友 受到私讯的人应该知道吧 不管是男是女 我都会回复 为什么我变成了妓女 变成了供言一般人的女生呢 我是神经病 所以几名事件 都是我自己在瞎编的 我有虚言症 我为什么要被骂这些呢 是因为男朋友分时候来我身边了 为什么我要被前女友 骂成是嫁害者呢 前女友的父亲也是来联络 非常严重的在威胁 到底是为什么 我不是说我做得很好 但那位的父亲说要X我 我为什么要听到这些内容呢 真的是受到打击了 说实话 我不太熟悉前女友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前女友父亲传送的短信内容 真的非常惊人 对 我能理解 自己的女儿受到伤害的话 站在爸爸的立场 能说出那么严重的话 如果我爸爸还活着的话 应该也会很伤心的 但是那些内容 对我跟刘某某来说 都非常恐怖 我跟刘某某虽然爸爸都不在了 但是妈妈还在 我们在家也是宝贵的子女 请不要再这样威胁了 很多人看到这个内容后 当然以为是前女友的父亲 给米娜发了威胁短信 但是 最初爆料的那位网友留言表示 我跟姐姐的母亲通话了 父亲对孔米娜一点关心都没有 因为交往三年的男朋友 没有好好整理 就这样把三年的罪位 一下子给背叛了 所以身为见过很多次的爸爸 因为太生气而联络了刘某某 但是为什么身为艺人的你 在假装自己是受害者发文呢 是因为同理心太强 所以什么都像是自己的事情吗 如果真是那样 请站在我姐姐的立场想一想 她现在是有多痛苦有多害怕吧 前面有的父亲就算以命运毁损提高 也没话说了 是联络了有问题的男友 为什么好像是她受到威胁了 一样在发文呢 太严重了她 所以她是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在撒谎 起命的事情 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是事实 什么是谎话了 好像是受害者父亲 骂了自己一样的发文 真令人毛骨松然 站在爸爸的立场 招往三年同居的女儿男友 做出了这种事情 让女儿的脸全部都在网络上公开 受到伤害 当然因为生气能说些什么吧 但是竟然巧妙地把这些写成 就好像是对自己说的一样 只关系自己受到的伤害 却无视自己给别人的伤害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是加害者 利用也不是自己收到的威胁来带风向 不管谁看了都是出轨 还一直固执地说不是 像有女友的男生大话苦诉烦恼 也太好笑了吧 但是也是有网友表示 应该就是父亲给男友的短信中有骂到米娜 所以米娜才会发文说这些 况且米娜也没有明确说是联络了自己啊 对于今天这个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于今天这个消息